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站報導 美國海軍將在10月初再退役兩艘貧海戰鬥艦 在2023財政年度的最後一個月 即是9月之內達成退役六艘軍艦的水平 即將退役的兩艘都是自由級貧海戰鬥艦 分別是LCS-7底特6號和LCS-9小石城號 兩艘艦都是遞屬於美國海軍大西洋水面艦隊 第二貧海戰鬥艦中隊 沒有說是佛羅里達州梅波特海軍基地 屬於艦隊中最年輕的艦艇 這兩艘的軍艦服役時間不夠10年 其中底特6號是在2012年11月8日鋪設龍骨 2014年10月18日下水 2016年10月22日服役 而小石城號就是在2013年7月27日鋪設龍骨 2015年7月18日下水 2017年12月16日才服役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以解放軍為主要作戰對象的美軍 在作戰序列當中凡是對付不了中國的軍艦就要退役 一般來說一艘作戰艦艦的服役時間平均都是30年以上 長一些的甚至可以超過40年 但是剛剛服役了67年的貧海戰鬥艦就要退休 不得不令人感嘆 根據這兩艘艦的官方社交媒體帳號 所發布的內容顯示 底特6號五兩週之前剛剛進行部署 而小石城號就在8月底轉入第四艦隊任務區 即包括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區域 新聞報導中還提到 這兩艘艦退役之後 可能作為對外軍售的對象 轉移提供給其他國家 貧海戰鬥艦誕生之初 可以說是大名鼎鼎的 它的航速最快45折 普通的軍艦只能跑30折已經很快了 貧海戰鬥艦的航速比普通的小快艇還要快 有這麼快的速度 而且它的體量一點都不小 有三千多噸 至少是護衛艦級別 相對一些國家的艦艦來說 都抵得上是驅逐艦的大勢 而且它還採用非常先進的多功能無塊化設計 就是可以在反潛、反水雷、水面作戰 這幾個作戰模式戰鬥任務中靈活切換 多個作戰任務的無塊、隨插、即用 聽起來相當厲害 但就這麼厲害的一款軍艦 才過了幾年就要被清退下缸 軍事專家指出還有一個背景 美國海軍這幾年一直都在要求一些老舊的軍艦退役 譬如是美國海軍就時常都抱怨說 服役了30多年的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 現在已經是老態隆忠應該盡快退役 不過美國國會就是不給 國會認為退役那些主戰艦艇 美國海軍對中國海軍就更加沒有優勢 因此這幾年美國海軍 上部退役軍艦的計劃基本上都被駁回 比較在上來 這款的憑海戰鬥艦 可以說是年富力強 為什麼會被清退呢? 專家形容美國海軍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款的憑海戰鬥艦可以說是心不逢時 現在美國海軍的主要作戰對手瞄準的是中國海軍 而憑海戰鬥艦在應對中國海軍的主戰艦艇面前 一點優勢都沒有 憑海戰鬥艦的設計背景是冷戰剛剛結束 當時美國海軍全球稱霸 蘇聯的紅色海軍已經開始衰退 而中國的海軍也未成長起來 當時美國海軍在全球環固四周 完全沒有對手的感覺 於是就設計了一個由海向陸的新戰略 為了響應由海向陸的戰略轉型 美國海軍在21世紀初提出了憑海戰鬥艦的概念 這種號稱近海格鬥之王的戰艦 主要是進行跨海近岸作戰 為航母編隊充當急先鋒 奪取近海控制權 排水量控制在3,000噸以內的憑海戰鬥艦 成為了美國海軍實現戰略轉型的關鍵 其實說白一些這種的憑海戰鬥艦 就是專門用來欺負弱小國家的 對於這種艦的用法 美國海軍當時是想得比較簡單直接 美國的航母全球稱霸 有航母做掩護 它還有45折這麼高的速度 什麼小船、小艇對著它都應付不了 結果想不到的是等到這款的 憑海戰鬥艦大規模服役之後 中國海軍突然在這10年裡快速發展起來 美國開始並沒有覺得不妥 等到這10年左右 中國海軍不僅是驅逐艦快速建成 就連航母也有兩三艘 055大驅成為了世界上最強的驅逐艦 專家指出現在美國已經明確 將中國作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美國海軍更加在西太平洋地區 將中國海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 解放軍的東風快遞已經令美國的航母編隊 在戰時都不敢隨便進入第一島鏈 甚至連第二島鏈都不那麼安全 航母也進不來 這款的憑海戰鬥艦更加就沒有機會了 這款的憑海戰鬥艦在中國海軍 現在的作戰能力和作戰體量面前 並沒有任何的作用 而且憑海戰鬥艦更特別貴 開始的時候說這款的憑海戰鬥艦 大概是2億多美元一艘 結果美國的造船工業 要成本7億美元才能做到一艘 這樣的價格放在中國 都差不多可以建造一艘解放軍的055大驅 2019年5月22日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 曾經以官方認為美國海軍 憑海戰鬥艦完全錯誤為題 披露了這個既花錢又沒用的戰鬥艦計劃 報導說美軍最後終於認識到 這一艘不斷變更任務設計和裝備 更特別是追加預算的戰鬥艦 根本沒辦法開出港口作戰 只好是回頭找尋升級版的導彈護衛艦 價錢這麼貴又不好用 也對付不了中國海軍這個主要作戰對手 就算距離退休還有很長時間 但實際上 現在就算放在美國海軍現役作戰序列裡 也不能用得上場 所以還留著它做什麼呢 美國海軍於是將它乾脆退役 結論是中國的建造軍艦速度和技術都發展得很快 快到美國的戰艦都來不及轉身 回頭一看已經變成在跟跑 接著看看中國科學家 發現戰略性關鍵金屬新礦物 命名為尼包頭礦 由中核地質科技有限公司 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研究團隊 發現的新礦物 尼包頭礦獲得國際礦物協會新礦物 命名及分類委員會的正式批准 這是中國國家核地質系統成立近70年來 被發現的第13個新礦物 尼包頭礦是在世界著名的 內蒙古鮑頭市 白雲惡博礦礦藏 那裡發現的 產出於尼、稀土、鐵礦石當中 白雲惡博礦礦礦物種類相當豐富 至今為止已經發現了150多種礦物 經過今次研究解決了國際礦物學界爭論已久的 包頭礦電價平衡問題 也為尼包頭礦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尼的負責性抗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覺 也為尼等戰略性關鍵金屬的開發提供了新的方向 新礦物的發現和研究隸屬基礎科學研究範疇 是人類不斷認識和發現自然界未知事物的重要體現 體現了各國家的礦物學研究水平 綜合集團、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 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引領作用 系統建立了礦物研究技術體系 近年來在新礦物研究領域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已經先後主導發現了11種新礦物 為中國的新礦物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接著看看海拔最高西藏風電場併網 可以為14萬戶提供一年的用電 三學集團微信公眾號6日消息說 中國海拔最高的風電項目 西藏燥美折古風電場15台單機容量 3兆瓦以上風力發電機組 10月4日成功並網發電 其中批量使用了目前中國內地超高海拔地區 已經投產單機容量最高3.6兆瓦風電機組 可以滿足周邊近14萬個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西藏燥美折古風電場位於喜馬拉雅山北陸的山南市 燥美園折古鎮 風機設立在海拔5000至5200米之間 總裝機72.6兆瓦 一共佈置了25台風機 一期項目10台機組已經在2021年12月全容量並網 成為了西藏自治區首個超高海拔封電開發技術研究 和科技示範專案 也是首個拼入西藏主電網的封電項目 但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還有在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